我是陈丽婷 欢迎大家收看DJTV 一起朝向求学的成功之路 今天我手上拿着两本书 是蔡老师给我提供的两本书 我们要谈的是中四和中五的华文文学 而且今天蔡老师还特别有心思地 准备了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教材 蔡薰伟老师其实执教经验29年之久 而且在跟同学的教学还有交流上 有非常丰富的心得 我们一起来好好了解蔡老师的一些背景 很高兴今天蔡薰伟老师跟我们一起在现场 蔡老师您好 我们再见面了 对 就是我跟蔡老师第二次的会面 上一次谈的是不是本地的文学 不是本土文学 上一次我们谈的是作答技巧 是 对 这一次我们要谈跟本土文学有关 先卖一个关子 我们首先先遵守防疫的措施 请蔡老师一起来 我们来消毒我们的手 当然我们全程也会戴着口罩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的 好 现在这个时候 要请蔡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天先 我们谈谈这个文学 老师对这个文学的定义是什么 今天要挑选什么样的文学 文学它其实是一个 能够得到奸赏性的一些作品 那普通的我们看的一些文章的话 都能不能够达到这个心理的 这个身心灵的这个提升和感受 它不能出到心底去的那种 是 所以它在性情上 有一个陶冶的作用 对 是的 然后今天老师要给我们带来的文学 本土文学 怎么去界定本土呢 是什么样的文学呢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华文学 那怎样去界定它本土的话 它一定要有本土色彩 就是有这个地方的色彩在里面 大概是这样 是 那今天我们讲到马华文学 就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我说今天很特别是因为 过去其实我们 我主持过的几档的这个节目 都在谈中国文学 台湾文学 很少我们会触及到这个马华文学 所以蔡老师才会特别给我们带来这个 马华文学的这本书介绍 我们请老师简短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好了 其实这本书是因为配合了我们的这个新课竿 就是今天已经是订阅了这个第五年 那我们就开始收录了一些是马华的作品 马华文学的作品 那里面有包括了这个小说 赏文 诗歌 那我们都纳入了我们的课竿里面 让学生去接触马华文学 是 因为要更好地了解 我们自己祖国这片土地 从马华文学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变化 那今天的马华文学 我们要谈一个跟边缘人的世界有关 是的 跟边缘人的世界有关 是 老师为什么界定他是边缘人 所谓的边缘人就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 那么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社会地位 因为他们的这个生活状况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生理能力不足 所以他一直以来就是被人家歧视 得到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是说被人家排斥 排斥 所以他才会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 那我们边缘人也把它叫成这个弱势群体 那谁是弱势群体呢 它可以是一个国家里面的少数民族 它也可以是长障人士 它甚至可以流落的女性 它也是叫做这个弱势群体 弱势的群体 是 好 那关于你看这个马华文学 老师还没进入主题 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兴趣 那我不知道修读华文文学的这些同学们 其实他们心里头 对这个华文文学的一些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 大家好 我是2021年SPM中国文学的报考生 不像其他同学 我是去年年尾才决定要报考中国文学的 所以在课业上的进度会比别人慢一些 但是明知这一点的我 依然坚持报考了中国文学 原因在于中国文学之美不只局限于华丽词造中 而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教会了我做人的哲学与道理 我拿了中国文学后发现华文进步了 在理解文言文和赏西诗词方面也掌握得更好了 大家好 我是2021年SPM中国文学科目的考生 我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就对文学非常感兴趣 后来在得知有中国文学科目的时候 虽然有一些挣扎是否要选择报考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就决定报考 学中国文学可以提高自己对于文字的理解能力 我发现自己在华文课的明解文和古文练习上都有明显的进步 而且在学中文学的时候 还可以读到一些非常动人的故事 从中学习到人生的道理 因此报考中文学是非常值得的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2021年报考SPM中国文学的学生 我自三年级起就对中文特别感兴趣 经常翻阅各种华语书籍 到了中四 除了朋友的一岁以外 我也想了解更多的文章及各种古诗文 所以我拿了中国文学这一科目 学习更多的文章 了解更多的古诗文后 我认为我对一篇文章的理解能力有所增加 更对各种文理文生字了解更深 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也增加了各种知识 丰富了我的阅历 更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及理解水平 所以我认为 我拿了中国文学这一科目 我不会也感到十分值得 看来这几位同学就对华文文学有相当深厚的兴趣 而且不止如此 也有深厚的造诣 因为他们的中文的发音都很好 而且对于华文文学 他们有各自的一些想法 我们再回到马华文学好了 今天老师要介绍的这个马华作家 是哪一位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双碗鱼的吃女阿莲 吃女阿莲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边缘人 她真的就是典型的边缘人 因为她不但是女性 而且是一个智力比一般人低的一个女性 那双碗鱼其实是我们的这个顶级的这个马华文堂里面的这个作家 她是最早在台湾拿到的这个文学奖 好像地位据说是 是是是还有一位是李永平 是女作家当中地位 她最擅长的就是针对这个女性的书写 那么在有关这个女性书写的话 她就她以这个女性的角度去写这个女性的命运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这一个身份的地位 是 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是包括了就是这个生理的书 女性的这些生理的追求和心理的这个需求 是是所以我们知道说 接下来这个马华文学的作品 它将会很大程度的反映马来西亚女性 在可能那个年代 七十年代 对七十年代 对他们的一些命运 她所遭受的一些可能比较不幸的一些 命运作弄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稍回来 请蔡老师跟我们深入讲解 是的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文学作品 是来自马来西亚华文作家 也就是桑板云 而且是一名女性作家的作品 是吃女阿莲 而且跟我们一起上课的 也有六位同学 我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好了 这六位同学应该也有男有女 那待会她会跟我们一起来上课 讨论这个文章的 我们看看大屏幕有哪六位同学呢 来也请这些同学 跟我们一起来打声招呼 有吗 这六位同学已经连线 我看到了 好 一个怎么每一次都阴盛阳帅 只有一个男同学 好 我们先请男同学来自我介绍好了 介绍您的名字 还有来自哪一所学校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叫李健亨 来自滨海国中 SMKC field 再来还有哪位同学 自己举手自我介绍吧 好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公教中学的蔡佳恩 再来 哪一位同学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叫张艺兴 来自巴达林公教中学 艺兴 这心字很漂亮 谢谢 再来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叫福芳琴 来自武吉拉曼富特拉国中 Bukit拉曼富特拉 你好 下一位同学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的名字叫江千千 我是来自曾江中学的学生 好 都介绍完了吗 我一下子忘了数 还有 还有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叫陈永兴 我来自巴达林公教中学 还有 我有录了哪一位同学吗 都报到了 对不对 你们好 那今天是蔡老师给大家上课 我们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谈谈上碗云的吃鸟脸 各位同学 下午好 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进入了我们的这一个探讨 这一个马化文学上网云 一开始同学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学习重点 第一个掌握小说的步骤 阅读小说的步骤 第二个分析主角阿联的形象 及他的性格特征 第三个探讨情节里的象征意义 我们来到了第四个 就是我们来分析SPM的考题 他怎么会考这篇文章啊 好 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复习 有关这个小说的阅读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华文文学的课纲里面 小说阅读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要阅读一部小说的话 我们一定要先懂了这个时代背景 小说的内容 还有这个主题思想 第二个我们来分析这个小说的形象 和这个情节的发展 第三个我们要懂的就是 作品里面的这个语言特色 和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手法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开始做这个阅读 那上一堂课呢 老师已经教了这个小说文本里面的这个故事 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呢 就是要来分析这个小说了 好 我们看一下阅读小说的这个 小说的这个步骤 好 第一个我们有三个W在这里 好 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谁 好 谁呢就是在问里面的这个主角 好 主角的话呢 我们一般上分成两个就是主角的这个形象特点 还有这个性格特征 好 形象的指的就是他的外貌啊 比方说他身材啊 他的年龄啊 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 好 然后这个性格的话呢 我们是谈到了这个动作 语言 心理 神态的这个描写 那么在这里呢 心理描写扮演这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心理描写他交代了这个作者 心理心的这个矛盾 他内心的这个 心理他的心声表达他的心声啊 好 有了这个人物 我们就开始来说故事 好 说故事里面呢 我们看故事里面为什么要特别安排这些情节啊 好 这些情节到底是要交代什么重要的事件 好 然后这一个情节里面呢 他到底有什么意涵在里面 就是背后有什么意义了 好 接下来我们汇集了这一个人物 还有这一个情节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了 这些东西到底是要表达一个怎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来到的小说的这一个主旨啊 好 小说主旨呢 我们有分为故事层面的 就是讲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事件 好 第二个呢 我们是讲这个哲理层面 哲理层面呢 我们开始去探讨 他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或者是作者写的 要交代的一个怎样的一个观点 OK 他就写什么看法要交代出来啦 好 来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一个小说 分析《茨利亚莲》了 好 先看一下这个作家 三宛云 好 三宛云呢 出生在这个1952年 那他是出生在这个北马吉达的这个华林小镇 这是一个小地方 然后在1971年的时候呢 他就到台湾去念书 第二年呢 他就砍上了这个台大的这个外文系 1977年呢 他就回来了这个马来西亚 OK 那么前前后后呢 他就在一些报馆呢 当过的这个撰稿人和这个编辑 好 来到了1982年的时候 他就到了新加坡电台去从事这个编辑的工作了 好 可是呢 真的是一年早逝 他在1995年的时候就病逝了 可以说是马化文堂的一大损失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创作的这个阶段 他有分成两个 一个是在刘台 一个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痴女阿莲》呢 就是他的成名作 是他在台湾的时候的一个创作 也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含有说 商满云对于家乡的一些思念 以至于他远在台湾呢 他创作了这个《痴女阿莲》 但讲的是他家乡的故事 对 讲的都是他家乡的故事 OK 就是这个华林小镇的故事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这个小说背后的这个背景 好 我们有分成这个时间 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他是在1952年出生 所以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他是在写的是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二十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 好 地点呢就是他的家乡 北马华林小镇的马盖瀑村 OK 好 他自总是这个杂货店的 这一个家里是金云杂货店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背后 的这个自然环境 以这个社会环境 那么在这里呢 他你可以在小说里面看到 是很浓厚的 这个很浓郁的 是一个乡土味 本土味 我们看一下同学们上一次 读了文本还记得 在小说里面 你可以找到什么一些本土色彩的 这一个场景啊 或者是景物 佳恩能够回答吗 可以 可以 就是在小说里面 比较体现出浓厚的乡土色彩的 我记得有比如讲有小镇 八场 然后还有瀑布啊 木瓜园这些 脱鞋咖啡也可以很 体现出很浓郁的本土色彩 以及乡土色彩 对了 自己呢 其中呢 还有一些 还记得里面 还有这个香蕉园啊 还有是 他提的一个是冷咖啡 我们的咖啡病啊 OK 让我肚子饿了起来 是 那上一节课老师 已经跟你们分析了 这个小说里面的 这个文本里面的这个故事 那我们今天呢 就直接进入分析 这个小说阿莲的 这个形象以他的意义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阿莲的这个形象 就是他的外貌的这个描写 好 同学们 你们还有印象吗 记得小说里面的 这个阿莲有怎样的 一个形象特征 老师来回答 好 来 小说中有写到 阿莲是个28岁的女子 身高也不高 大概在五尺两寸半左右 肌肤也是黑黑的 然后长相也是扑扑通通 而且不要用俗 整天看起来没有精神 走路呢 也喜欢跨大步走 很像孕妇一样 一个手插了腰 一个手左右摇摆 前后摇摆 好 还有吗 各位同学 有 老师 我想补充 好 来补充一下 还有怎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阿莲呢 他有一个大大的肚皮 像一个孕妇一样 然后他走路的时候 他的肚皮也会跟着晃动 那就是他有狐臭 然后他平时是喜欢穿一些 比较随性的衣服 就是那种光着胳膊的衣服 这类的 OK 好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是这个沙网云呢 对这个阿莲做了一个 这个具体的 这个形象的这个描述了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除了这个具体的形象描述之外呢 沙网云也通过了 里面的这个动作 还有这个语言来描写 这个刻画这个阿莲的 这个性格特征 那同学们还记得 阿莲具有哪一些性格特征呢 来 谁可以回答的 老师 我可以回答 好 来 试一下 阿莲她是一个很善良 很单纯的人 她的感情也是很丰富 还有吗 除了善良感情丰富之外 还有怎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呢 有 老师 我想补充 不仅如此 阿莲也是一个很倔强的女孩 她比任何人都向往自由 对了 很好了 好 那我们同学们都能够列出 这个阿莲的这个性格特征 可是你们要记得 会写性格特征 我们必须要加以这个情节 用自己面的情节去认证它 同学们可以来举一下例子 有关善良的这个例子 好 谁还没有回答的 老师 我来举例 好 来 健亨来试一下 所以这个阿莲善良 我们可以看得出 在小说的情节里面 她就很爱入花草 就当她在送咖啡的那个过程当中 就当她不小心就采到了寒羞草 她看到寒羞草灌起来 然后她就会尽量地不采寒羞草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 她是善良的 她认为花草都有生命 很好 很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好 除了善良 刚才同学们也提到了单纯 有没有单纯的例子 有 就是其实可以看得出 她很单纯 是因为她很会去包容其他人 就是即使好像村民 或者是她的弟弟 她的家人在背后里面议论她 用各种恶言去议论她 去骂她这样子 叫她白痴脸 她也不会去多加理会 甚至不会去厌恶她人 也不会做出反抗 这就看得出她很单纯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刚才也有同学提起了 这个感情丰富 那感情丰富又有哪一些例子 每次村里如果有人办了丧事的话 他会跟着人家一起哭 也会跟着难过好几天 可是如果相反的 有人办喜事的话 他会很开心 想要跟着过去凑一下热闹 好 那我们看了这一个之后 我们刚才也有同学提到了 这一个阿莲性格蛮倔强的 有同学可以举例吗 倔强的这个例子 老师 我想举例 就是阿莲她的母亲打她 骂她 就算过了很多年 可是她还是不肯改掉她 模仿孕妇走路的那个坏习惯 那就是阿莲她有一个大肚皮 然后她母亲就觉得很丢脸 所以她就用鸡毛胆子打她的肚子 想要消掉她的肚皮肉 可是阿莲她就觉得自己是真的怀孕了 然后也不愿意消掉她的肚皮肉 还说自己要给白家生一个男孙 对啦 这些都是说明了 这个阿莲倔强的一面 OK 她坚持她自己要做的东西 好 还有接下来呢 我们有谈到的这个自由 有谁可以举出她向往自由的这个例子 老师 我可以回答这个 就是阿莲她也没有讲到 她妈妈有帮她进行打扮 可是她不喜欢她妈妈帮她打扮 她比较喜欢光着脚 披上着头发 永远本本着自己 妈妈让她涂的一些粉 穿的裙子 都让她觉得自己很不自在 很不习惯 对啦 OK 好 我们看 还有呢 还有其他例子吗 在假日的时候 她到瀑布去的时候 她看到她想玩那些 在瀑布里面玩的这些人 希望你能够像他们这样子 无拘无束了 好 那刚才同学们提到 有一个另外 OK 还有一个性格特征 是同学们没有提到的 其实阿莲非常的自我 OK 她追求自我 那什么叫做追求自我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追求自我就是想做回她自己 想做她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她有自己的主张 她希望跟别人不一样 展现自我的性格的部分 是 是 她这样子有这个自我的形象之后 才觉得她有这个存在的 这个价值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她想过着怎样的生活 她想要做回一个怎样的自己 那我们来看一下 即使她智力上看起来 就比一般正常人弱了一些 但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吧 好 这一个有点 来 我看一下 建恒可以来回答吗 可以 杜老师 所以阿莲呢 我们说到她渴望什么 她渴望得到的就是别人的认同 艰难还有尊重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小说里面 就是可能她的家人 还有在村庄里的所有人 就是很不喜欢她就叫她白痴脸 所以她渴望被尊重 然后她就渴望自己 就是在人家心目中 是一个完整的日台 她把自己想成是完美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一样 对啊 尤其是女生 想像是一个完全正常女生 是 那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 她这样子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看 她就想到自己是很漂亮亮的 完整的 受人喜爱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不少的例子 其实在观众 这个小说里面有不少的这个例子 是 都有描述到她的追求自我的过程 对 她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 好 我们可以请佳恩 你可以举例吗 可以的 老师 其中一个例子她很追求自我 就是她会去学孕妇怀孕 所以她会去学孕妇走路的样子 她通过这个举动 表示她可正常人一样 也是可以拥有幸福的婚姻 还有结婚生殖的 所以从这个举动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她这样自己很理想化 然后希望自己跟普通人一样 可以结婚生殖 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异星是吗 异星可以回答吗 异星还在思考 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老师来答吧 好 老师来答吧 好 阿联也喜欢在森林里面 呼唤自己的名字 因为她会觉得在那个时候 自己的名字是可以被 在花草树木一样接受的 所以这里就表达了她内心 其实非常渴望别人可以 像花草树木一样 认同和接纳她的 好 我们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蛮多的 其实这个就是她的这个小说的 这个主要的要强调的这个部分 个人价值的一个认同和追求 是的 还有其他例子吗 佳恩来 有的 比如讲在冲凉的时候 阿联她会很拼命地用肥皂 去往两肋下擦 因为她想要把自己身上 那股汗臭味擦去 她其实本身是不能接受 那个汗臭味的 所以她渴望自己是完美的 完美无暇的 所以她才会这样子做 对啦 OK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好几个例子了 好 从这个走路 她就是渴望她能够正常的这个女性 这样拥有了这一个幸福 能够结婚 然后她也希望别人能够接纳她 那这个冲凉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其实呢 她很想除去身上人家不喜欢的东西 到最后的一个高潮的就是 她在这个阿炳的瞳孔里面 看到了自己的这一个身影 这一个部分 她拼命地追这个阿炳 跟她拿回来 要回来 这是那个完整 她理想中完整的阿炳 出现在这个阿炳的这个瞳孔里面 是 那我想请这蔡老师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简短地介绍一下 这阿炳到底是一个什么一号人物 她看阿炳的那个神态 是展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神态呢 其实这个阿炳是她的弟弟的一个朋友 那么呢 就是话说到到森林的时候 送咖啡到森林的时候 这一个阿丁就打着这一个姐姐 打到姐姐受伤了 这个阿炳就真的是很同情她 她就去触碰她的这一个伤口 跟她很近距离的这个接触 那就因为这个近距离的接触 她看到到她的眼睛里面的这个瞳孔 所以阿炳感受到一丝的温暖 对 她第一次感受到有人关心她 有人会同情她 这是她全所未有的这一个感觉 因为甚至是她的弟弟也都不同情她 在家里也不尊重她 所以阿炳给了她一个完整的人格 她从阿炳的眼神中感受到了 我们把它叫做这一个自我醒觉了 所以阿炳这号人物很重要 是 她是其实她是激发了这个 阿炳这个自我觉醒 觉得原来我也可以跟你正常的一样 拥有了这一个关怀 拥有这一个爱 是 听到这里坦白说还挺感动的 可是到最后结局好可怜 阿炳插娜今天就给她敌意了 OK 好 最后的结局 其实因为这篇文章 我还没有深入地读过 但我知道大概一部分的情节 最后的结局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还是卖个关子 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再请蔡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解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聊到商宛云的这一篇 吃女阿炳 我们讲到说阿炳她的智力上 是比一般人弱了一些 但是她心态上十分地纯洁 可是因为旧时的社会 在马来西亚七八十年代 很多人可能对于这类女性的遭遇 还不够了解或者不够体谅 所以导致有一些不幸事件的发生 那作者商宛云就通过一些情节的铺陈 来描述她不幸的一些遭遇 我们请蔡老师再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些情节里头可能包含了哪一些意义 对啦 我们读了这个人物之后 情节也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作家商宛云要安排这些情节 这个情节她没有直接讲 她就是背后有她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或者她的象征意义在里面 那我自己呢 因为小说蛮长的嘛 有七个情节的这么多吧 分成七段 那我只挑了一些重要的一些情节 比方说OK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送咖啡的路上 她寄一个送咖啡去森林 去这个瀑布里面给这个阿炳和这个阿定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了 好 我们就我不把它念出来了 我们大概就是我把它展开 展开这些文本里面的这些情节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的这一个情节了 这一段 好 那里面背后有什么意思啊 好 来 有谁可以把老师回答的 老师 我可以来回答 OK 好 来 就是这里写到阿联她觉得母亲的声音被那个路切断了 然后被反弹回去 而且还插在那个老师身上拔不出来 就表现出了阿联她极度想要逃脱母亲的唠叨和束缚的一种心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我们讲到母亲的这一个声音啊 这一个声音其实就是对阿联的一种什么束缚以唠叨 然后她很多 你看她切断啊 有什么弹回去哽咽 这啥哽在母亲喉咙里面 就是她要把它排除掉 极度想她排除掉的那一个成分在里面 好 我们再来看OK 送咖啡的这个下一个情节 来 我们哪一位同学可以回答的 我来回答这个 好 来 你试一下 阿联是希望周围的人像花草 一样去接受她 然后不对她把我偏见 这段手描述的那些花草 其实就在表示那些村民 她希望他们可以好好对她 OK 好 我们看这个 这里她其实 这个花草 花草其实她就是这样周围的人 就是其实是这个村里 这个马拜步步村村里的这个村民 或者是包括她 她的弟弟啊 或者是她母亲 她父母亲一样 可以接纳她 好 我们看下一个 她也有自己的名字 她也希望说像其他花 他们都叫她白色脸 是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一个黑色的影儿 这里又有什么象征意在里面 哪一位同学 黑色的影子一直跟着她 好像有人纠缠她的感觉 是 是 好 来 Oliver 来 是 您说 同学 阿联认为人们的启示 网络信号有点卡线 阿联认为 是 是的 阿联认为这些黑色的影儿 就很像人们的启示一般 一直跟着她 阿联一心想要摆脱她 可是社会对她的启示的眼光 是不可能消除的 对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几个 就是影子 这个黑色影子 其实就是众人对她的 这个启示眼光 那到后面你看她 她一直尝试要去摆脱她 你看她又去踩她 她还是长到这 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 这个结局就是 这个启示眼光是不可能被消除的 是 一直都是跟着她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就是第二个 就是阿炳 OK 眼里的这个白脸的这个情节 这里呢 在小说里面 有个相当大的一个篇幅的描述 那老师只摘入了一部分罢了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部分 OK 我只摘入了这几个 好 来 现在谁可以回答老师 这几个问题呢 有关这一个部分 老师 我来答 好 男生回答 OK 所以这个阿炳 瞳孔里面的这个白脸 就是白脸一直想要的 因为她希望就是被尊重 被接纳 所以当阿炳就是跟刚刚 好像老师说的 跟阿脸有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阿脸就看到了这个 瞳孔里面的自己 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很完美的自己 被接纳 被众人接纳的自己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瞳孔 老师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 那这个瞳孔里面 那我们一般上次奇怪 怎么里面 其实这是一个人的倒影来的 对不对 可是在这里 它是特别完整的 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瞳孔里面就是 真正的一个正常的这个阿脸 也就是阿脸 跟我们讲说 追求自我 她想要的那一个阿脸 所以她觉得她 她不懂的 就是我拿回来 她觉得可以摘下来 就是她拼命的跟她要回 这一个瞳孔里面的这个阿脸 好 我们看一下一个就是 当这个阿脸给她的 这个敌意的这个眼光之后 然后再加上情节里面 有讲到阿脸也打了她的一顿 然后她就带着哭伤的脸 回到家里 第一件事情就冲进去冲凉 她是一幕自己吗 她赶快跑去冲凉 其实她都在哭的 她跑去冲凉里面痛哭 大声的痛哭 那我们这一幕其实蛮感动的 我们看一下 她为什么要拼命的 在洗刷她的这个身体 不知道同学有什么想法 对 其实在冲凉的时候 她拼命的洗 自己是希望通过那个 很冲的劲去洗去 身上不被世俗认同的特点 就比如讲她有糊臭 或者是有大大的肚皮 圆圆的肚子 她希望通过冲凉 可以洗去这些 她不被世俗认同的点 所以这样子的话 她希望可以达到理想的自我 然后再得到别人的认同 对了 就是因为她不懂 其实她自己在写的 在洗刷的时候 就是就洗去她身上的 所谓的不受人家欢迎的 或者是被欺世的眼光 希望能够把它刷洗干净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下一个情节 这是来到的最后的一个情节 就是煮水的这一个过程 这个煮水过程是 她从老生婆婆来做 她妈妈就叫她煮水了 也是来到的小说的尾声 我们看一下 哪一位同学可以告诉我 这个煮水 其实她有她的意义所在 她说可以回答 好 来 其实蒸汽就有点像是代表着阿联 内心幻想的那些美好 她也幻想自己可以结婚生子 给白家生个白白胖胖的孙子 但是在现实中 她这些幻想的美好 也只能像蒸汽一样 瞬间的消失 蒸发掉 这里也反映了阿联的一生 将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我们都知道 蒸汽有这个特征 蒸汽的特征就是 很短暂的 那么她就 一蒙蒙蓉蓉的 就像她的梦想这样子 可是她是很短暂 刹那间就是消失了 那其实作者写到这边的时候 她已经点名了 她所想要的东西 就好像蒸汽一样消失了 不可能会实现了 她其实是来到故事尾声 其实阿联的悲剧 继续悲惨下去 是蛮同情的 然后到这边 作者的这个写法 坦白说是很厉害 因为你用一个蒸汽 来形容她的结局 形容她的梦想 不可达成的结局 对 读不懂的人 干嘛就是她煮水 那煮水就煮水 然后就故事结束了 所以她背后的意义 其实很丰富 对 对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要和大家 分享这篇小说了 好 我们看 我们都说了 小说 OK 我们有了介绍的 这个人物 我们有了这个人物 我们有了这个情节 那我们把这些人物和情节 串联起来 就是小说的这个主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小说的主旨是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 还有哪位同学 没有回答到的 艾佳恩可以再回答一下吗 小说的主旨是什么呢 我觉得小说的主旨是想要讲述 这个阿联 他身为一个弱智 他所遭受到的启示 比识有多么的不公平 然后他的命运又有多么的坎坷 然后借此来 通过别人的眼光 借此来对比阿联自己本身 他的善良 纯真 单纯 以及包容其他人的这个好处 这个特点又是多么的可贵 他有个强烈对比 对 是强烈对比 但是佳恩说的很好 可是呢 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 我们找小说的主旨的时候 我们从两个角度 一个是故事层面的 那你刚才答的是 整个小说里面的故事层面 要展现这个阿联的这一个人物 那其实呢 我们真正要看呢 是要看这个小说 对这个社会有何意义 或者是对这个 在文学上有何意义了 好 那我们再分析 小说的这个主旨 或者是我们把它叫成 中心思想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汇集了 这个小说的情节 还有这个人物 还有这个环境描写 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的就是 那个社会环境 还有这个 对 这个社会环境 还有这个时代背景 那个时候 阿联写的这个小说的时候 是在马来西亚 70年代 80年代 就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在传统的一些 传统思想 保守的思想的 这个社会状况下 那到底他要交代的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才看一下这个小说的 这个中心思想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看起 就是在谈这个阿联呢 向往自由 OK 追求自我 还有一个 还有那两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情节 就是送咖啡 和这个阿炳 瞳孔里面的阿联 这个情节 和这个性格 人物的性格 到底有什么意义所在 是倩倩吗 倩倩可以回答吗 倩倩一脸懵了 嗨 倩倩 是听不到吗 老师 我回答 OK 好 来 好 支持方琴 这两个情节是代表阿联他 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些幸福和自由 这两个情节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呢 我们刚才想说了 这个呢 其实他带出来 就是人人都有追求自由 幸福的与尊严 好 那么我们都谈了 就是做回自己 就算他是一个女生 就算他是一个 这个智商比别人低的 他也是要有公平的对待 得到公平的这个对待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小说里面也提到的 这个阿联这个 人性光辉的一面 就是他的真善美 他的善良 他的感情丰富 那相反的 我们可以看到 村里面人是怎样对他的 嘲笑他 歧视他 好 这样子这种强烈的 这个仿差的这个现象 同学们你觉得 他是要带出什么主题出来 尤其是社会上的这些人 是 村里的人 连自己的弟弟也要欺负他 好 你说 这个其实是显示出了 当时社会的冷漠 无情 显示出了阿联 他被欺压 排斥 他作为一个弱智被歧视的弱势群体 OK 好 这也是讲的是 OK 他要批判 OK 这是当时社会的人的 这个冷漠无情 你可以看到吗 这个冷漠无情 刚好跟阿联的这一个感情丰富 形成了一个对比 好 然后他们就开始歧视 欺负他 欺负他是一个弱势群体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中心思想之外 我们其实我们有说探讨这个主题思想 我们要放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OK 好 那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作者 土生土长的这个华林小镇 OK 还有这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的这个 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他要点出的是什么东西 那时候是一个父权社会 而且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这一个社会 好 今天很有话要讲 来 今天后来 OK 老师 所以在这个部分他要带出的就是那个男女不平等 好像老师刚刚说的 然后就是在当时社会存在着这个重男轻女的观念 然后举例呢就是在我们小说中可以看到 阿莲这个父亲他的父亲白快乐也就是因为这个 就那当时社会的人们都认为就是要传宗接代 所以就由他们的祖母抱回来养了 所以那个白快乐不是亲生的 然后呢这个阿莲的父母就为这阿莲的这个婚事着急 也看得出当时社会认为女性就是一定要结婚生子 就是那个是当时社会的观念 认为要结婚生子才是对的 这是女生应该做的 然后呢这个阿莲的母亲呢 她就是认为给钱就是养一个就是不怎么好的儿子 就是那个白帝也好过就是养着一个丢人现眼的这个白帝 所以这带出了当时社会的这个重男情侣 的观念 对啊 老师请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补充一下好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白帝他很多坏习惯 什么喝酒啊什么之类的 他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坏习惯的一个男生 可是父母还是重视他多余重视阿莲对吧 对他妈妈还是非常的保护他 还拿钱给他 他说男孩子嘛 出门懂得带点钱去花没关系 那反而女儿是赔钱货 就不要看在眼里 即使那个白帝他是好吃懒做 对 是的 因为白帝是最小嘛 老腰嘛 是 所以可能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他不太了解 尤其以前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 像我妈妈就是一生就生了四个女儿 那其实家族压力很大 而该像健康说的 以前六七十年代 是传宗结代 一定要生到一个儿子 没生到儿子 这妈妈好像就不尽责了 那再来像我大龄结婚 三十五岁三十六岁的结婚 如果放在那时候那个年代 非常丢脸 对 我就是赔钱货了 怎么一直嫁不出缺 对 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 那像我刚才健康有提到 就是他的老爸白快乐 真的是抱养回来的 只是为了传宗结代而已 是 一定要有男生 是 是 那其实是一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课题来的 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整个社会的课题 是 所以他就是作者 在描写这个阿联的命运的时候 就把这些以前的风筝思想都扣了出来 把这些社会的一些弊病也翻出来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 那我们已经是读完了这一个 人物也读了 情节也读了 分析了这个中心思想我们读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重要的关键 重要的关键 就是FBM会考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13年的题目 阿联是一个自战女 其实她是弱智了 不是她是自战了 那就讲她外貌不好看 但是她的内心需求 我没有提到这个内心需求 正常的一样 好 那么她的内心需求是什么呢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要举例 那在我们做举例之前 同学们必须一定要先说 她内心需求是什么 先把它列出来 然后我们才来举这个例子 好 哪一位同学要尝试回答 你们现在要去考试了 要怎样去回答 如果遇到这一题的话 是 就是阿联她自己的内心需求 是很渴望幸福 也很渴望自由 也很渴望得到别人尊重 也就是所谓的尊严的 所以提现出这些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她 她渴望幸福的时候 她就是会学人家怀孕 幻想自己可以生一个 又白又胖的孩子 渴望自由的话 她就会是极度不喜欢 她母亲对她的唠叨 以及束缚 很想要去摆脱掉 这些唠叨以及束缚 表示了她渴望自由 同时她也很渴望尊重 因为她很渴望周遭的人 对她的接纳于认同 这也是为什么她在一个 故事情节的时候 会一直念自己的名字 阿联阿联讲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像华草 数目一样接纳她 佳儿你去考试了 可以拿满分吗老师 可以满分了 那其实呢 还有很多例子 今天我展现出来 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些例子罢了 同学们还可以找更多的例子 我们来看下一题 好 下一题是2015年 是说说阿炳对阿联的影响 这一题是有她比较难一点 就是在那个追求自我的 这个过程 难一点的题目 我们要找一些比较厉害的同学 来欠欠是吗 好的老师 其实在遇见阿炳之前 阿联是比较无知的 她是在村里一直饱受歧视的 也是就是不被同情 也不被关怀 但是她可能甚至在潜意 是认为自己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直到她遇到阿炳过后呢 她在阿炳的关怀下呢 她会突然觉得 原来我可以和正常人一样 是可以得到自己的尊严的 是可以被关心的 是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的 可是当她要想要一再去 跟阿炳确认的时候呢 阿炳却对她投来敌意的眼神 突然让她希望破灭了 她就觉得你刚刚明明对我是 就是你还对我关心 你怎么一下子就对我 又回到别人 像别人一样 是 对 所以这个关键很重要 其实这个你看 她是从无知 一开始的无知的 那个现象 来到了有人关心她 她自我觉醒 OK 觉得原来我也跟正常人一样 可是这个东西 一直插纳这一秒钟 很遗憾 她比的敌意就来了 所以这个情节激发了这个阿炳 觉得原来她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样 原来她也是有人会接纳她接受她 关心她 OK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个2016年的 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和尊严的这个本人 这一题呢跟我们的2013年是类似的 就是内心的这个追求 那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把刚才的这个幸福啊 尊严啊 还有这个自由的这些例子 把它搬出来就可以了 是 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2018年的 好通过阿炳的这个遭遇 可以带出小说的主题事项 那主题事项 刚才老师跟你分析过的这三个主题事项 这有三个主题事项 那你每一个针对每一个主题事项 那你们举出例子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2019年的 最近的 是最近的 好 这个他就举例直接了 举例来说明了 举例说明阿联遭受哪些不公平的对待 你们还记得吗 这是我们的第几个主题事项 谁记得了 被逃走 我们的第二个主题事项还记得吗 这是第二个主题事项 这是我们在批评当时的人 OK 对他一些不公平的这个对待 那我们举一下例子 同学们 谁可以来举例一下 里面有出现哪一些 对阿联不公平的这些例子 或者是嘲笑她 歧视她的这些例子 健康吗 那 老师我来 好来 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其实有很多 就像 他们 阿联的孙子里的邻里相亲 被歧视 又 又 又 而且大家都在背地里喊她白痴连 笑她28岁了还没嫁人之类 双亲都会因为她的行为和持婚 而感到就是很难堪 对好 还有呢 蛮多例子的 还是要请另外一位同学帮忙做答的 好 请说最后一位同学 我们这个每天我就是喜欢找 先喝来 好 还有其他例子 所以就好像在最后那个情节的那部分 就是说到她去买了咖啡跟白糖 然后就见到那个老生婆 老生婆一开始可能就一开始都不想找她钱 然后过后找她钱又找少了这样子 所以这就看到老生婆也是欺负她 欺负她 看不起阿连认为欺负她 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她例子是很多的 那同学们就 然后根据这个考试的需求 你们就举出一些例子 然后再分析扣回这个不公平对待的这个主题 好 听到这里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到底阿炳对阿连做了什么事情 在我们这堂课结束之前 请老师再给我们简短的讲一点点 阿炳之后她真的是把她的脱绪 还有这颗咖啡丢还给她 然后就逃着腰腰跑走了 是喔 是 所以为什么她是从巨大的受伤 心里真的是很大的创伤 所以她冲着回家 苦嚎啕的大哭 所以虽然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阿炳她是有自我意识的觉醒 是 就是那一刹那那一刻罢了 但是当然她结局不是那么的美 因为是幻灭的 是 到结局她就用了这个毒血方式 告诉你说她是不可能追学得到 其实自己行间她是一直在暗示 比如说她那个影子 追她的影子的时候 她也是说她摆脱不了 白一个黑色的影子 是 好 我们请老师做最后一个总结 今天分享商满云的吃女阿炳 其实老师最希望带给大家 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其实我今天分享这一个呢 其实回到主要就是 马化文学 我想想推广这个马化文学 然后我们其实在上网找资料的话 阿炳的这个资料真的是很少 那我很怕同学就看到 哎 没资料 读不懂就不读了 那我希望在这里和同学们分享 老师收集到的 看到的一些心得 是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继续再看一些马化文学里面的好作品 是 比方说这个商满云 他有一部这个小说 《气色花水》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篇文章 也是在书写这个女性的 是 好 那我希望说 经过今天这堂课之后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会继续搜寻 商满云这位女作家的一些作品 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也了解女性 在当年那个年代的处境 然后再比较今时今日 马来西亚女性的处境 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那同时也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 我们非常感谢蔡老师 也感谢另一位同学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同学们 好 谢谢 好 今天我也上了一堂很美好的课 谢谢大家 谢谢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 跟着我们一起 就是上完了这堂课 希望下一次 蔡老师再上节目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马化文学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嗨 各位同学 D-Day TV KPM 大家好 非常感激NTV7 D-Day TV 为华文文学考生 精心准备的小说阅读直播 这里我想说几句话 还记得我的孩子 之前当初决定报考华文文学这课时 我是喜出望外的 因为他自小对华文有着浓厚的兴趣 并愿为中华文化的传承 献上自己一己之力 对于他这个决定 我是非常的支持 以及赞赏的 那么每当我看见这个孩子 必须在深夜的晚上上这个文学网课时 我都由衷地佩服他对这个文学的这个日程 以坚定的毅力 那么在这里我希望 所有华文文学的报考学生 能够在这一次的直播中获益良多 那么也希望经过这一次的寒窗苦读 能够顺利的考试过关 祝大家金榜提名 谢谢 这次我非常感谢MyD-Day TV 愿意为老师提供这个教育平台 为所有报考中国文学的SPM考生进行讲解 以指导考试作答的技巧 我相信孩子有了这个平台的帮助 肯定就能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中国文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灯火 有数千年远远流长的历史 身为华裔子弟的我们 看到老师的付出 看到孩子们不辞劳苦的学习 中国文学 使母语教育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 这让我们感到骄傲 祝愿所有SPM的考生 都能在疫情之下积极努力求学 考获好成绩 谢谢大家